双变数函数的积分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双变数函数的积分 也就是重积分 在介绍重积分之前 我们要先介绍的是单变数它的观念 那重积分就是单变数观念的一个延伸 来我们看看单变数函数是状况 单变数函数的状况是这样的 现在这是一个坐标轴 这是X轴 这是Y轴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曲线 单变数函数 这边是Y等于F of X 单变数函数在直角坐标而言 它是一个平面上的一个曲线 那么它的积分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的话可以介绍一下 这边由A积到B 现在的话以X这个轴为底 这边叫做DX DX的意义是代表的是一段X的宽度 而这个的高度是什么呢 这高度就是它的Y 就是F of X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长层宽是什么 是一个薄片的面积 两个相成了以后 就是一个薄片的面积 而如果说我们要由A到B之间 整个薄片的面积把它相加起来 我们这边就做了一个积分的动作 积分的范围由A到B 我们这边就写A到B 这是什么意义呢 是代表的是曲线下所围出来的面积 那么一样的道理 双变数函数是怎么状况呢 我们来看看双变数函数的图形 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双变数函数它的图形 这边我们写成Z等于F of X Y 那么我们不再是一个平面上面的曲线了 它将会是一个空间 这个地方是X轴 这是Y轴 那么各位同学要习惯 我们原来的平面就是XY平面 是在这边 那这边是Z轴 这是Z等于F of X Y 它是一个空间中的一个曲面 那么我们的积分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现在这个区域叫做DA 是一个小小的一块面积 这是一个面积的元素 那么这个高度 从这XY平面对到上面去 在曲面之下 这个地方的叫做F of X Y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说这两个相乘是什么意义呢 这是高度 这是底面积 那么就是我们细细的柱子的体积 那么这个体积 如果说我们的区域 设定在XY平面上面的一个区域 这个假设叫做Omega好了 那么它所对上去 所对上去的整个的体积 我们是怎么计算呢 我们就需要两个积分了 为何要两个积分呢 是因为它由X跟Y 所共同来去造成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习惯的 把它写成一个Omega 就是在Omega之上 函数F of X Y之下 所围出来的体积 这就是我们的重积分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重积分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是在空间中的一个体积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 也顺便要了解一件事 假设这次曲面是高度是1 就是平的是1的话 那么这个体积跟XY平面上面 所围出来的面积的数值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边介绍重积分的 一些基本的性质 对于我们的未来的计算 是有帮助的 那观念也要了解 假设F跟G的话 都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而且的话在Omega这地方的话 它是可以积分的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知道它是在Omega里面 是可以积分的 它的话呢 它不会跑到无限大 那么第一个性质 C这边是一个常数 这个跟单变数函数的情况是一样的 CF就意思就是说 这个曲面它的C倍 那么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C可以丢到前面去 然后这个重积分照写 它的几何意义就是说 这个函数 CF的话呢 它是扩张了C倍 高了C倍的话 它是原来没有扩张C倍 所围出来的体积的C倍 这是一样的 第二个 这是相加的情况 如果说两个函数 两个曲面 做了一个相加的动作 那中间的话呢 会得出什么结果呢 它会一个重叠的一个性质 或者是相减的情况的话 它会造成的是 两个可以把它拉开来 变成了各自的 相加或相减 那这个性质跟单变数函数 也是一样的 这个性质的话呢 是代表的是 可以把它两边拉开来 上面这个是 C倍倍数数字可以移出 我们的重积分的 这个积分符号之外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性质 第三个性质是说 如果说 F在G之上 如果说 F的话呢 它的这个曲面的话呢 在 Omega之上来说的话 永远都会比 G要来得高的话 它所围出来的体积 也会比 G所围出来的体积 要来得大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用几何的角度来看 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的话呢 它是一个分割的状况 何谓分割呢 假设 Omega的话呢 分割成了Omega1跟Omega2 也就是说Omega1连极Omega2 是等于Omega 这个意思就是说Omega上面所围出来的体积 假设它把它底下切割来 分成两部分 那么它们各自所围出来的体积的 总和 会等于没分割的 总和的体积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从几何的角度来看 也是非常容易的 从积分本身来说 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是 曲面下所围出来的体积 但是实际上面 我们要实际操作计算来说的话呢 我们要用的是一些技巧 就是把它分割成叠积分来计算 那么在后面 我们将会陆续的介绍